你告訴我,叫我幫幫忙, 弄大個撲去, 這個很重要,因為你看到海嘯來, 這個制度實際上也曾經被人濫用過, 你的政府有沒有新措施防止濫用呢? 有沒有得想呢? 這是第一個,我很有關心, 因為你抱不到沒有的時候就很煩, 都不知道去哪裏, 因為你說是戰資, 他抱用就不是戰資, 甚麼都沒有了, 我只看到鴨條街的東西這麼好賣我已經害怕, 已經是要錢不要貨,清倉底, 第二個我有一個新的想法, 現在你的財源減薪的無良企業 當然避免破產, 他都未得已經丟了那些人下海, 貨當然在那裏, 其實這班人真的要給多錢, 因為他是透過令到那些無辜的僱員, 先鐵下海先, 拿失業援助金, 這班人如果他是查明, 他是沒有需要而裁員減薪, 應該拿錢, 捐些錢到這個破驗基金那裏, 因為有些人真的想不破, 那些不可以, 這個純粹是這樣講的, 這個世界講公道而已, 這班無良到這樣的, 你就拿錢出來, 是不是 局長, 你有甚麼回應? 首先第一個問題, 提到那個所謂的預警, 那個破驗基金去到哪個水平呢, 我們就會有個所謂的警戒線是有的, 現在14億, 現在14億6千萬, 我們有個所謂的方程式, 當它是連續四季跌到每個月價6億4千萬的時候, 就我們開始考慮, 是不是要將那個商業登記證的費用呢, 現在是450元, 再加回它, 就是變成在那裏來源, 基本上來源, 那錢就來自商業登記費, 現在商業登記, 每一張商業登記, 就要給480元, 以前的最近是600元, 後來我們就減了, 因為它今天有盈餘, 但是如果它一去到這個境界線, 我們就會考慮要加回, 所以那裏是很重要的, 這真是有個可加可減的機制, 當然它去到一定, 盈餘如果太高, 亦都可以減的, 就是這樣, 第二, 濫用那裏, 我們是很著重這件事, 除了我們前線的主任, 我們加強巡查之外, 我們都在兩三年前, 引入了有幾位很資深的, 退休的紀律部隊人員, 其中包括有些高級警司, 以前是警察偵測訓練學校的校長, 重案組的高級警司, 他很熟, 處理這些案件, 亦都有一些退休的探長, 以及那些所謂的事殺, 警署警長, 他們處理這些問題方面, 是很到位的, 即是刑事偵測方面, 加上跟工會方面, 我們都有很多所謂的情報, 工會如果哪些食肆, 哪些企業有些問題, 預早通報我們, 我們急速去介入, 所以那個濫用情況, 加上法庭人的判法, 開始已經要判監, 一、兩年開始, 有這些所謂無良僱主, 被我們成功檢控了, 亦都是入獄的, 最近個案多了, 真的要坐牢的時候, 那個訊息很清楚, 就不要以身示範, 所以梁議員, 我們是很緊張, 這個基金不能被人濫用, 我們會繼續做功夫的, 謝謝, 葉偉銘議員, 謝謝, 我是關注一件事, 其實現在我沒有記錯, 勞工處, 現在就說申請破驗, 最快應該六至十個星期, 就可以發放到款項給我們的工友, 但是, 我在處方那邊可不可以答到, 現在預計, 未來的個案真的會多的時候, 這個服務承諾, 真的做不到, 因為我們會恐怕呢, 如果太多個員的時候, 會出錢, 不是嗎,